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说他要不得奖 我还真看不下去 就我现在就觉得得奖啊 真的能让我们有点耐心 典型中国人 是吧 不是 我早就买了 因为太有名了 这个三体 太有名 买了呢 你要是光看一两页啊 你就觉得文字啊 就比较粗糙 好像看上去不像个好看的 于是就没想看 哎 这一得奖 我看超过五页之后 我就发现真是引人如胜 真是 哎 你先谈谈 都是作为这个作家 对吧 他得到了这个余果奖 你们这个嫉妒的这个心情 可以谈一下吗 其实 其实我不嫉妒 其实我还真不嫉妒 我特别替大刘儿开心 因为大刘儿我也见过好几次 人非常可爱的一个人 然后得奖了 余果奖之前还得过星云奖 对他来说真是个好事 我觉得对中国的文学 对中国的这个特别是科幻类的文学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 你看我心里多么善良 你说话已经有做些主席的水准了 小涛啊 不是 这个是科幻文学奖 他觉得跟你们这个所谓纯文学 好像还是有点这个不是一个门类 就像你说可能对文字要求 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但是对想象力 对于编故事 这些 对于这个吸引人 这些事情可能要求的会高一些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 你们这个作家圈里 不都说文人相亲吗 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嫉妒心最强 一种是女人 一种是作家 我是听说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事呢 就是名言嘛 就是名言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作家里边 谁得了矛盾文学奖 最近好像有谁得了矛盾文学奖了 那个樊花什么的 还有格飞是吧 这种别的作家心里是不是会不舒服 其实你唱一句 女人跟作家呢 这个还有一些类似的 心里都是四把刀 刀逼刀 刀逼刀 然后慢慢就成作家 得奖吧 实话奖 那肯定是给这个行里的其他人会造成压力 就是你得奖 我没得奖 谁得奖 谁没得奖 但是像他呢 好玩的地方 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 不像你 你可以直接说 这个文笔不好 对吧 没想到你读书读的还挺多的 然后对文学还弄好的碰 冯老师对我还是比较有期许的 然后每回比如说诺贝尔奖 然后这个这叫啥玩意儿 这个矛盾奖 这个鲁迅文学奖 出来之前可能大家都会议论 谁会得谁不会得 出来之后呢 也有人会说 哎呀 这个比如说特别是像鲁迅文学奖 矛盾文学奖 有些人就会说 你的文学趣味呢 一定要培养到 对其中多数的作品 要有厌恶感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才好 但是呢 还有一些人呢 就会说 哎呀 得奖的真好 奠定了这个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 还有一类就像我这 我就点赞 朋友圈早上 哎呀 点赞 谁得了奖 点赞 冯唐至少表现出来的心态 还是比较健康的 我是这个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啊 我我有时候经常假想 就是 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梦想当 当一个作家 真的 最后没写成书 就剩下季度了 我有时候我就有能体会 你想哎 我跟你说 矛盾文学奖 这个我还能想得开 比比比 比方说 我也是个自视甚高的 都是中国作家 多百年没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比如诺言这个 我觉得 要是 以前还有高兴建 我觉得要是真有一个 跟我一样的 比如风唐得了 我跟你说啊 我不能不承认人性的这个阴暗 我假想 我真的是会感到心里很 很受挫折 或者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 刘正宇老师是这么 是这样事的 是这么说的 说 莫言得奖 得诺贝尔文奖 我感到很欣慰 如果他能得奖 中国至少有十个作家 可以得奖 这就真幸福 但你没有当成作家 其实你要知道 你这十几年来 说了这么多的话 如果有人把它集结成语录的话 那也是一书柜了 估计把好多人都看死了 不是 这有书柜 也是一书柜 也是一垃圾堆 看你怎么看 所以我比较 钦佩 有一次 就王蒙老爷子 我觉得人也是高风亮节 就在莫言得了诺贝尔奖的时候 他能在这 就坐你这位置 就说出一番话 到最后我说 真是我挺敬佩 他就先夸了一头莫言 然后最后说 我也写了一辈子小说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 在什么方面 莫言真是比我写得好 我真没见过这么虚伪的人 虚伪就是善良 虚伪就是善良 装久了就成真的了 对嘛 人类的道德 都是从虚伪这 习惯成自然来的 对吗 你怎么不觉得 人家是真心实意的 说了这个话呢 是是是 肯定是真心实意 以后啊 我觉得正好说科幻吧 咱也科幻一下 应该 而且也会发明出一种机器 真是毒心 毒脑子 就是你 而且呢 还能发明另外一种机器 只要你嘴跟心不一样 然后你嘴就变歪了 你看 我发现你对人类的这个崇高和善良 对吧 孟老师内心的这种崇高和善良 你对人性的估计比较黑暗 我觉得 我能看到人性的无尽的光明和黑暗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大的长处 是特别能知道一些黑暗的地方 真是是是 我就打那来了 非常强大 真是 所以不是就像这个三体里的这个黑暗 我就是说这个 我也从这个小人之心 对郑子之父看这个刘慈欣 真的我以前一直没太注意他 就这模样 你知道吗 他山西娘子官一个什么电厂的 娘子官电厂 发电厂 技术员 一个技术员 其实呢 你知道我见到他 我看到他对得奖 他说的一些话呀 我没有跟这个人接触过 但我的直觉啊 这个人就是所谓那种啊 乐于言 我估计这个人是不是 表面说话会显得比较木讷 也不流露什么太多的 眉飞色舞 但是呢 他可能是敏于思 就是乐于言而敏于思 这个满脑子这种奇思妄想啊 可太有趣了 肯定没有你能说 因为大多我见过几次 比你又可差远了 而且你就说他的这个文笔啊 咱们现在看 就是说我就发现 其实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过去咱们以为 就是说文学啊 是好像写美文呢 什么的 但实际他这个路数啊 我才学会一个概念 叫硬科幻 就硬科幻比的啊 不是说文笔有多好 或者人物塑造多么 多么立体 多么有文学性 哎 他就是你这种头脑 我就觉得这个人 这个表面那个平平无奇的脑子里头啊 想着这种金点子 这可是太多了 你看这几十页 你有什么感触 你 我只看到文革的部分 我还没看到科幻的部分 我就觉得他怎么能把文革跟科幻 混在一块 就还拭目以待呢 有人就是说 这也是说在外国得奖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不是啊 有人就觉得就说 他把文革 你想多有意思啊 你不是刚刚从长白山那边回来吗 感觉就是文革的时候 一个科学家的子女 最后命运颠沛流离 进入了我们军方 原来文革的时候 我们军方有一个战略项目 在山顶上叫雷达峰 一个雷达就在找这个外星文明 因为哪个国家找到了外星文明 哪个国家在战略上就居于领先地位 哎 这个就是真是让人看得很就引人入胜啊 我就觉得 他想想想想象力非常丰富 其实人类有时候想象力是直接的生产力 而且他想象力本身就会引人入胜 如果跟大家激活了大家的这种想象力出景力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心理心理的愉悦的游戏 怎么说呢 就说你比如说 这世界上如果没有飞机的时候 一个人二百年前想象出飞行器是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原理的 无非是没有造出来 那时候你读的时候 你会觉得天上如果像大鸟一样的一些东西飞来飞去 该有多有意思 而他说的又有道理 是可能实现的 对 所以说这有一个智力的享受 他说的这个特别好 我就那天咱们谈中国的这个大学教育 说有一个学者叫施一 清华的一个教师 叫施一工 这个施一工呢 我觉得还讲话挺靠谱 他就说他跟一个以色列的一个使馆的一个人 就谈这个中国教育 说我们中国人跟你们以色列人一样 都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 他说但是人家那个以色列人呢 就笑了笑 就是说恐怕我们还是不太一样 就是说我们以色列他说我作为父母啊 我的孩子每天放学回来 我都要问我这个孩子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你今天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提一个什么问题 把你们老师给问倒了 你把你们老师问的卡壳了 第二个问题是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让你的老师和同学对你刮目相看 留下深刻印象 然后这施一工就这么一笔 他说哎呦 那真是不一样 我的孩子每天放学回来 我唯一问他的问题就是 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呀 我觉得他说这个例子挺有意思 可是国外这种教育真要那样的话 这小孩压力也挺大的 你说每天都要被人夸 这个每天都要挤得老师 这都什么孩子 别说我两个礼拜前见了以色列的大使 所以我们他会不会说的是同一个 一个老先生年纪特别特别大 已经要回国去了 他儿子我也见找了特别特别优秀 你是怎么看一个孩子优秀的 怎么样看一个孩子优秀啊 就是首先呢 我觉得孩子跟他父母相处的那个模式 如果一个孩子在父母面前非常的唯唯诺诺 就是很害怕 就其实他很优秀 但是他什么在他父母面前 他什么都不敢讲 因为他怕觉得害怕讲错话 但这个孩子呢 跟他的父亲感觉上就是 我一开始进 因为我迟到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我只以为有一位长者在那儿 然后这边有一个后生晚辈 但他们的相处的模式就觉得像是 平辈一样就是互相的直呼 自己的那个对方的名字 然后聊天也都是像朋友一样 这样聊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优秀的第一步了 因为你不用害怕 你说出什么话来会被那个爸爸赤贺的 我们之间相当于朋友 然后再来他们其实他这个儿子在做的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招商引资的这个项目 就是他说完之后 我就是觉得他一说完 我都觉得我想把我全副身家交给他 这是个骗子 那不管他就算是个骗子 他也是个很优秀的骗子 就是说他的那个概念性的那个东西 你就会觉得 以色列有很多很优秀的产品 然后很多很优秀的项目 然后人也真的很会创业 很会创业 挣了很多钱 但是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创业 他就说我同时我用一笔基金 我同时开25家公司 可能在前期的时候先收掉5家 收掉8家 收掉10家 收掉12家 他说最后留下来的那两家公司 就可以覆盖 之前23家那个 那所有的倒闭 那所有的亏损 而且你还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盈余 但是你必须要看好我们 所以这孩子确实是优秀 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广美命运坎坷 也是有道理的 清清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广美经常都能碰见特别优秀的人 经常被激发出母岸 所以风唐坐在他对面 风唐也就是总是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我们也变得好像自以为优秀起来 也好可爱 不是 风唐刚才说一个是挺优秀的 我觉得风唐刚才讲的一个事 指出了我国现在这个孩子这个教育当中 就为什么我就觉得刘慈欣的这个小说 我这几天看的真是彻夜难眠的看 我就看进去了 你知道吗 他让我回到了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我们那个时候叫看 对啊 你六七年 对 大爷的童年 大爷的童年都是看儿童科学画报 什么儿童时代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直还会 还会记得说人类 发射了一个旅行者一号 现在我知道李行者一号还在那飞呢 你知道李行者一号上刻着一个金盘 上面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一个逻辑的 对对对 就是还有中国的音乐 你看那个时候就说孩子的对于这个梦想啊 就是那种 你看今天我就觉得 他们动不动就说教育成果 转化成生产力 太实用 你比如说有些科学幻想 他有什么用 你比如说刘慈欣这个 你看啊 他本身是工程师 科幻不是胡想 他其实有些地方关系到咱们世界观和人生观 你比如说我就看这五十页 你看你就没记得 他说的一个就是说 人类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假如说要有一个叫农场主理论 假如一群火鸡 每天上午十一点农场主给他们喂吃的 如果火鸡是人类的话 那么这群火鸡里有一个哲学家 他最后认为他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说每天上午十一点会有食物 但是到了那一天上午十一点 农场主来了 没给吃的 把火鸡全杀光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让我们有这种遐想 而且关系到对这个世界原理真相的一种思考 因为其实人类在很大程度上 未知要远远多于一致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天然的科幻的土壤 那么多未知 那就想想有可能怎样 所以说大家就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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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有些编的就特别有道理 你就觉得有道理是逻辑上 这个现在的知识上看觉得 这个事是非常有可能的 哪怕它没发生 哪怕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说 其实大刘这个我是看了一大半 他是一二三嘛 我可能看到二 看到二后来就没有再往下看下去 真是有一种小时候那种 看武侠小说啊 或看那个穷牢的爱情小说啊等等 那种你就觉得昏天黑地的 也不知道下午还是晚上了 五点是早上五点还是下午五点 对对对 你就你就进去 人就进去 就想想啊呀 那么多未知的东西 哎有可能是这样 有时候你还想 哎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在旁边还能写点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 十万个为什么 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属于那种 特别没有创造力的人 我是属于 我真的是要眼见为凭 你让我看这样的书 你让我自己去凭空 那么想象 你知道我小时候 连那个武侠小说 那个场景 我都还各种质疑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边看着吧 一边心里还跟他对着干 对 所以其实我这样的人 太不适合看科幻小说 你是非得以色列大使 把儿子叫在面前 阿姨你好美 然后阿姨就说 他跟我差不多大好不好 阿姨就说 我把钱都给你 儿子也快四十了 那他这骗术就更高端了 这个 不是开玩笑 但是我就是觉得呢 我们讲的 有一种 就是没用的东西 现在就很少了 可是啊 现在他们老在说 说中国这个科技啊 二十年 你在世界上排不上名次 就说 因为你这个基础理论不行 可是你知道 比如说 我就老说 这个牛顿 他琢磨一个原理 他就是好奇 其实是最简 你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知道达芬奇 咱们这意大利这个 文艺复兴 我有时候觉得达芬奇这个人呢 特别怎么说呢 特亏 就到后来发现 他写的这些东西 你看到过达芬奇吗 他什么都研究 甚至他画出了直升飞机 甚至画出了降落伞 而且他还怕人看见 他是倒着写的 通过镜子你才能震过来 可是问题在于 你知道吗 全没用 预言了所有的事情 预言了 发明了所有的东西 这个东西不定藏在哪 人类最后发明直升机 也不是因为受了他的启发 谁没用 几百年之后发现 你说他这一辈子 他就要干什么了 太亏了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对 其实你看达芬奇这样的人 比如说甚至像中国 中国的那种李白 甚至现在多文涛 你会看有些人 你会觉得有可能他们是 有更多的外星人的血统 就是你这个想象也够科幻的 是的 他们说现在地球 有很多外星人住在这的 就这些人能想东西的确不一样 而是这些 还是可能来自不同的星球 咱就瞎想 因为你看像大刘呢 他会想这些那么大的事 那么大的为什么 其实比如我经常问什么 我为什么见着阿姨会脸红啊 为什么这个见着女生就开心啊 等等 就是更人性的问题 对吧 像你可能就那种很黑暗的说 你这妒忌心怎么处理啊 对吧 对 其实人还是不一样 是来自暗黑星球的 我也觉得大刘 不是一般人 是吧 我也觉得大刘 他应该真的是个外星人 没错 你看他照片 你看你看他照片 你看长得这种傻的呆的 你看表面是个 这个大刘啊 表面是个呆像 但是你看这个眼神里头 它是没准 而且我跟你广告之后 再跟你说 他有一个理论 枪枪三人形广告之后见 你看就是你像这个大刘 这模样对吧 你想想要像冯唐 这班里可能女同学会喜欢 你想像刘慈欣这种 就长这模样 平常少言寡语的 你是不是一般班里女同学 不会喜欢这样的男孩子 一般比较不会注意到吧 对吧 但是你谁知道 美女孩喜欢之后 她自己窝在娘子关的一个电场 她就这么想 所以人家才有动力 你想想如果整天像你 像你一样 整天去泡女孩 整天去跟人姑娘聊天 整天问怎么哄姑娘 怎么有时间想宇宙呢 而且她这个语言 我就觉得什么萝卜 什么坑 我慢慢就看到刘思欣的长相 我就有一个联想 我觉得她的语言比较平 其实她的语言就像她的外表 你不觉得吗 她的文笔 也谈不到多么美好的文笔 但是就像她的脸上的外形 看着平平无奇 可是呢 里头蕴含着的 我觉得是思想和智慧 你别看说幻想 我跟你说 你比如说她的理论 她的黑暗森林理论 你别看是科幻 现在也是算一种外星人理论当中 有一个理论叫做费米费米悖论 你听说过吗 什么叫费米悖论 光美 我说一句话你就能明白 就是有个物理学家叫费米 大家都在说寻找外星文明 费米就问了一句话 说可是他们到底在哪呢 这就叫费米悖论 就是说如果有的话 以宇宙之大 为什么现在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 从来没有接到任何信号 没有复优的任何探测器 这里面有几个理论 比如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瓶颈 就是大概是比如星际穿越的技术 很难突破 对哪种文明都很难突破 二一个你刚才说出来了 就说也许他们已经来了 也许就在我们中间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第三个理论 竟然是刘慈欣提出来的一个假说 就叫黑暗森林 他认为每一种文明 都像是拿着枪在森林里的猎人 他说你想想猎人们之间 本能的自保会隐藏行迹 就是外星文明会对我们隐藏 说不定就在我们附近 他说因为这个很有可能一接触 你像猎人看见黑处有动静 多半反应是打一枪先试试 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是善意或者恶意 可能一见面那就是要毁灭 他讲的也是一个外星人入侵的故事 就是你发出信号 让人知道你这块有人 适合人类居住 对 他过来就把你的地儿给端了 有点像欧洲人去美洲大陆 至少把煤毒给你传过去 煤毒 是吧 所以说大刘这些想法 这黑暗程度跟你还有点像 我觉得 我觉得还有个可能性 就是他其实是个外星人 但他自己不知道 你真的这么相信 我真的这么相信 而且我觉得那些东西 你不能讲他凭空想象 他可能真的经历过 我再给你打听一个 就是你要真的 把他献给国家 不是 你要真的相信这个五迷三道的 我过去听说过 台湾说有个音乐人 你听说过吗 就说他有阴阳眼 就说他就能看见这个另一个 他叫鬼吧 或者说另一个时空 因为你跟他一块走的时候 他就会闪 你问他为什么 看见有人 咱们圈里有好多艺人都能看见的 你跟他拍戏拍一拍 他眼睛就 然后你就全身发毛 你就知道他估计又看到什么东西了 咱圈里好多呢 从以色列大使的儿子 我发现你的朋友圈骗子居多 冯唐你作为作家 你信这些东西吗 实话上我不太信 你 因为其实我在医院接触过很多病人 接触过很多 可能 不是 就是在他们生前接触过他们 然后就去世了 因为医院肯定死人多 然后协和是死人最多 因为差不多的疑难杂症去那边 而且那个楼道也挺阴森的 都是那种 接近百年的建筑 我就晚上一人在那 做了三年实验 也没有太觉得有鬼 我只是有一次 我就觉得 有一个老太太 她常年就到我们这个实验室里 就做那个CR125的检测 觉得好像 好像她又来了 就问我说 这回检测指标怎么样 只是只有一瞬间 那也可能自己累了 我觉得反正是 简单的说 包括去他们台湾 去台湾那个 那个酒店 画了很大的大幅 说原来那块死了很多人 是日本的那个监狱 还是坟场 那个处决的地方 对 然后 我也没觉得 你就说 现在经常有新闻讲 就是在医院里的科学研究 就说这个灵魂 濒死的病人 灵魂上了天花板 因为他的实验就是说 我全知道你们是怎么给我缝合的 几个医生 几个护士 就醒过来之后 甚至有人做一个实验 就是在天花板上 放这么一个板子 上面放东西 然后这个人抢救活了之后 他能说出战放的什么东西 就证明灵魂可以离开身体 你在医院 我没上过 我没上过天花板 逢堂整天在上 我就是天花板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整个鬼故事 对啊 你得以国语讲 但是如果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有这个灵魂可以出 我没上过